而我们继续要来看到的 则是桃园市长的选战 这一次绿营没有办法延续执政的优势 让国民党的张善政终结了绿营的八年执政 击败了民进党的候选人郑运鹏 然而今年桃园是被视为蓝绿阵营 都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指标的县市之一 那么总统蔡英文还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也先后好多次都来到了桃园来站台辅选 然而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 他的论文抄袭被认为是对于绿营的选情 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而国民党则是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有顺利的整合 因此才让桃园重返蓝天 在欢呼声中和妻子及辅选团队站上舞台 桃园市长选战 国民党候选人张善政自行宣布当选 我们赢了 我会把胜选的喜悦 只留在今天这一个晚上就好 和大家一起分享 明天早上开始 我马上就卷起袖子 准备上攻 绝对不能辜负我们桃园乡亲 对我的期待 六都之一的桃园市今年百里候选战蓝绿都有殊不得的压力 成为牵动九合一大选成败的关键县市 九月之后 国民党主席 朱利伦系小邦张善政助选六次 总统蔡英文为郑运鹏站台更先后多达十一次 我礼拜天来 我礼拜二来 我礼拜四来 我今天再来 因为我很想赢 但朱利伦找来张善政空降参选 让国民党在选战初期濒临分裂 直到议长邱玉胜出面协助 促成市长议员联合造势 蓝银才顺利整合 反观民进党因为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的论文抄袭风波 被视为选情重伤关键 我选择离开桃园市长选举的战场 即使紧急征召郑彭上阵 郑文燦也卖力辅选 桃园市民依然选择政党人体 而让朱利伦在国民党内升量维持高档 甚至进一步累积挑战2024的政治资本 桃园市民依然选择活动